最近重大交通事故频频发生 还夺走了宝贵生命 于是交通部研议未来游览车的驾驶 违规祭典达到一定程度 或是重复违规的话 就将要召回训练 另外也会调整GPS动态监控系统 对车速的告警标准 那原本是有10公里宽限值的 未来将改为超过道路速线 就是为异常 不再给予10公里的宽限值 日前国道上游览车超速 酿成4人死亡事故 还有新澳隧道杀实车超速连团状 短短4天这两起大型车交通事故 夺走5条人命 交通部提出未来游览车驾驶 只要在一定期间内违规记点 达到一定点数 或是重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处罚条例规定 就属高风险驾驶 将由各区监理所召回训练 违规的情节 还有违规的频率 违规的期间 我们会做一些这个讨论 再把它界定出来 会调讯多少人 要做什么样的课程的一个规划 根据公路局统计 全台目前有1.3万辆游览车 装有GPS动态监控系统 可以监控驾驶车速 加设国道速线110公里 驾驶要开到120公里 警方才会开罚 等于驾驶有10公里的宽限值 但未来只要超过道路速线 将会被视为车速异常 不再给予10公里的宽限值 超过速线10公里 时间1分钟就是通知这个业者 连续5分钟就通知到这个监理所 10分钟到公务总局 未来这个层级 三个层级会变成提高 另外近期有民众发动 联署全国金融暴闪灯 联署人数超过5000人 已经通过门槛 对此交通部表示 地方政府本意识 警示民众不要违规 才会在危险路段中暴闪灯 但设置的高度跟亮度 可以在检讨将会邀及相关单位 共同研议 这里是林新台北采访报道